只因為不滿這公車怠速的聲音太吵 就是中辛巴是位在台北市 貼幕總站金船有司機遭到惡煞狂打 而當時呢 三名惡煞闖進這個公車總站之後 就用鍋子狂打司機 那麼當時也幸好警方及時到場 阻止了三名惡煞行徑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名身穿白衣藍褲男子 先是衝了進來 隨後有人也跟上 第一位白衣男子就這樣 隨意拿起桌上的鍋蓋 不停地往角落絲巾使勁捶打 後頭有人更是邊抽煙 並且右手指使他繼續捶打 根據了解主要嫌犯住在這 中辛巴士天武站總站隔壁 因為不滿公車怠速聲音太吵 當天的他帶有一些醉意 氣衝衝闖進公車總站 索性警方及時到場才平息糾紛 而被害司機也決定要到警局提告 這名抽煙男子不但不聽現場的人勸說 兇猛地把四個椅子拿起來 往其他人身上用力丟 更是看著藍衣友人持續砸鍋蓋 家屋友人 兩人一起狂砸鍋子在角落的司機身上 甚至想拿掃把打角落的司機 幸好就在這時 四名警察上前將這幾名惡煞帶走 不論如何出手打人就是不對 監視器畫面全部也都錄了下來 往後恐怕也難逃法律制裁 賦祝大家 我們table風派 請個電視